崩潰的韓國瑜只能夠用不斷抹黑戴帽子的方式 你這樣的一個戴帽子團隊抹黑團隊追蹤器團隊 想要污名化我們的罷免跟遊行 想太多了 之前邱宇軒、陳莉娜不斷抹黑大感開唱跟氣爆公共藝術 我們已經跟司法告發進入了司法的程序 這次用一樣的手法在抹黑 就請陳莉娜你們這些人到法院去跟法官講清楚吧 不願意正視WeCare台灣大遊行所帶來民意的浪潮 崩潰的韓國瑜只能夠用不斷抹黑戴帽子的方式 你這樣的一個戴帽子團隊抹黑團隊追蹤器團隊 想要污名化我們的罷免跟遊行 想太多了 你有兩個不要懷疑 第一個不要懷疑 高雄市現在有六成四的人 要罷免你這樣的一個落跑市長 第二個不要懷疑 整個罷免案我會站到最後一刻 從氣爆公共藝術到大港開唱 一路栽贓抹黑到現在 現在又在講青春設計節的評審 這是由設計師協會 它是一個全國性的專業社團 不是我的公司 我不當理事長也很多年了 你再繼續抹黑嘛 沒有人會相信你 整天空口白話 我們會堅定的 直到罷免你下台的那一天 就是啟動啦 您的底下 想馬上 其實就是啟動啦 故作為嚮咗 Damen 第二天 像 五花